高峰这把琴 我一开始一弹就是感觉很吃惊 你会拿刺打弦吗 事实上证明 其实它真特别没用 就是这种命运的捉弄 就开始了 你再开摆 哎呦我的天 这么突然 今天的这期节目 其实小伙伴们就敲碗了好久了 怎么说 就是你记得我很早之前聊过一期关于Bass的内容 就是偏科普香的 但是今天往下再延伸一点 然后今儿导来了 导时职业乐手 然后火星电台乐队的Bass手 他自己没带琴 今天在排练室的是我自己的这三把琴 两把Finder和一把F-Bass 这个五弦你用过 对吧 上一次 咱们上回专场的时候 然后这两把 两个四弦其实就属于比较经典的款式 然后咱也可以顺道说的说的 以及你对于包括品牌 包括声音等等的一些看法 主要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有意思 导时其实以前参与过好多我的歌曲的录音 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挺受大家欢迎的 比如说异地恋 错过 过客这都是当时导时录的 都特好听 然后咱们那就接上呗 导时你接吧 然后我换一镜头 咱们今天没有用任何效果器 就一根线插音箱 然后我也没有单独的去试音它 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话筒 音箱今天是Lenny 然后导现在手里拿的这把Bass是一个Finder的P-Bass 然后它是一个Master Build 叫CW Flaming Chris Flaming P-Bass琴 这把琴我没记错 应该是零几年的一个比较相对来说 还算老的一个Master Builder的琴 其实顺道可以说说你那把琴 因为前一阵不是也有网上 我现在也有一些up主在分享 就比如说月下他以后用的什么琴 然后说分析到你那把琴 当时在浴茶水这有一个小故事 岛的一个学生 对 他去日本留学的过程之中 昨晚有一天他在浴茶水看见了一个76年的一个元年 但是他没有任何配件什么的 后来他试的是觉得挺好 然后他就问我 我说我正好高峰现在也在日本 结果我就给高峰发了一个微信 正好你就在浴茶水 正好我就在浴茶水 就太巧了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缘分 然后我去给一试 我说因为我当年不也有一76P 你也有一76 我说这76比我那76还好 我当时就觉得 而且坎心特心 特别心 状态特别心 然后后来我去刷的护照 对 就是能打了一个可能免个税还是什么 反正他们有一个优惠政策 这是顺道小插曲 然后这把琴刚到我手里的时候跟岛也来谈了 我们俩当时聊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这把琴太轻了 对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轻的P被子 就是你看岛如果要不服着就低头了这琴 这瞬间就低头了 所以我当时也开了一个玩笑 就说有一天我要不玩了 这个特适合你 因为轻 对吧 长年谈辈子人都知道这个轻真是跟太阳 真是方便 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这个 后来发现这个轻还是挺重要的 但是它 琴体很沉 很粗 琴体木头它选的要轻量化 所以它就难免会有一点 那你等于最近尤其跟火星的大多数演出 我看还会用musicman 就是也都不是Jbass 对吧 我觉得我在火星的的时候 就我自己个人来说 就是尽量跟工作区分开 工作的时候我还是用五弦bass比较多 用现代款的 用主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对 因为它可以适应大部分工作需求 给众多的网友描绘描绘 就是从声音上你觉得p-bass 因为大家这是早年的p-bass 就是现在sting常用的那种 是那个小单条的那个 那个可能是五年代早期的 对 咱不说那个 咱就说现在的这款 就是两块的p-bass的 这是最经典的 大概是五年代末 你觉得它跟J的最大的区别在哪 或者说你喜欢它 你在乐队用它的时候 你会是为什么有的歌 你就要用p-bass 就是一个是它很厚实 现在tone全开了吗 tone全没开 全没开 对 它就已经你看 反正高峰这把琴 我一开始一弹 就是感觉很吃惊 因为它输出功率很大 然后它在tone不开的情况下 它依然可以感觉到那种通透性 它这个琴的整个设计 制作的工艺上 通透性还是很强 我记得咱们当时在录过客那首歌的时候 使的是我那个76P 当时你好像也没把痛全打开 对 因为元年的 其实我弹过几把 就我的那把 其实它的痛并没有那么呲 但是实际上 我弹过一些 比如说60年代初 或者说70年代 它有一些高频 其实是对我来说有点过多 所以有的时候我受点痛 可能还显得它含蓄一点 而且我也好控制一点 对 因为我的习惯一般高频 我不会打的特别特别大 大家想听这把琴在音乐里的表现 正好前一段我跟寒岛 还有薛哥 我们仨一块玩过 一泡泡润 当时你弹的是这把 对对对 就是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在那里边听到 它跟乐队在一起 会是什么样的声的 那天你好像tone是开了 因为要solo 对 那你在现场你更多时候会收这个tone 其实也分音乐 我在火星那边主要还是摇滚 什么的这种 我就都打开 我觉得P-base最好的地儿 就是你就把它都打开 就可以了 就弹就行了 不需要控制 有一种弹法需要控制 就比如说像你这种mute 这种弹法 现在有好多复古的音乐 需要这样去弹 比如说当时过课的时候 好像咱们也是 对 对吧 对 就必须得让它制音 我当时想的是什么 就是说让你右手加劲 力度出来 把琴的芯弹出来 然后痛上往回收点 而不是靠蹭弦的高频的亮度 去突破中高音 就是它的超高 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用处 而是中音的区域最关键 没错 我觉得Funder这品牌 其实它最大的厉害之处 就是它把能听得见的 好听的中音的部分 它已经做到极致了 因为你说你随着发展 大家都是追求超高超低 这块 中频做的越来越不太那么重要 就是有好多主动品牌的那种琴 它甚至于不设置中频拟了 是吗 对吧 它两段均衡 一个就是加低频 加高频 就那种我就有点不太会 那个就是那样的 但是那个还是带中频 但它因为这个F是真是我谈过的 最靠近那个Funder的无线 Vintage身的现代款的琴 对 这个是一个个例 对 那你觉得在低音方面呢 咱先这么说 咱们现在聊Funder的P和J 咱们都只限于四弦的角度去聊 对 没错 那你觉得它们的低音部分的呈现 以前咱们用一词叫酥一点 对 你觉得P Base更酥一点 绝对更酥 勾呢 更结实一点 更结实 因为我觉得绝世Base 它之所以应运而生了 就是老头设计的时候 想要更多可能性 所以它前排也有 后排也有 后排如果你单弹的话 它就会特别颗粒性要强 你这个琴 你再怎么弹后排 它的那种颗粒性 还是不如绝世Base的后排神器 因为毕竟它的那个识音的点 就在你的手的这个位置 那说到这儿 我再多问一点 现在还有好多小伙伴 会选择P勾神器的琴 你怎么看待那类琴 我今天在路上 我还想这事呢 就是这种命运的捉弄 我的第一把琴 就是一P勾 爱宾斯 那个SR800 完了那个P 还是一反P 就是这个在这 这个在这 那个反P 当时是真是什么都不懂 只是看画 至于说它能出什么事 或者是什么 我一概不懂的情况下 我买了一把P勾 P勾我觉得 就是仿佛更全面了 仿佛更全面 对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品牌的设计理念 它是借鉴前人的步伐 借鉴前人的成功案例 它理想化的把它们存在了一起 然后至于你说能出什么事 一定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传统的事了 但是它革新之后 改变之后的那个事 如果被人认可 被人喜欢 它也是 就是说它存在的道理 可能是在相对的意义上 让它的应用场景更广泛 然后性价比更突出 对 从这个点上去考虑 P勾斯比爵士勾斯 我认为可能低频要更突出一点 Sup的那个区域 对 它是会有那个区域的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小的变数 就是说什么 我们到底是 这个跟使用环境有关系 比如都在家用 我只能开这么大的时候 是一种选择方式 假如你演音乐节 你演演出 允许你可以往大开的时候 它的取用情况又变了 就好像我买第一把琴的时候 我那个琴上可能有六个钮 我都不知道这六个钮 都是干嘛用的 反正我就开到头 然后我在拿音箱的一个音量去找 当我发现我依然在乐队里 听不见的时候 我就没办法了 后来慢慢摸索 我才知道 就是说这六个钮分别都是干嘛用 比如好比这个琴上也有六个钮 对吧 六个钮 待会咱们可以说一下 都是干嘛用 后来我才发现 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当你觉得你听不见的时候 你就会拧 你认为最有用的那个钮的时候 它就是低频 轰起来了 你感觉好像大了 能听见了 这牛最管用 但是事实上证明 其实它真特别没用 它那个中品 包括它设置了一个中品扫瓶 那两个的用处 我可能谈了四五年以后 我才发现它真实的用处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就是这个琴 传统的琴我越来越喜欢 包括我弹东西 我可能也越来越回归那种传统 就是它没有那么多选择 你就打开 它就自动设置好了 就是那个好听的 和容易听见的那频率 它不会特别容易 被其他的乐器给掩盖掉 被淹掉 它不会 这个就是匹配最神奇的地儿 我觉得也是分的是最神奇的地儿 你会那是打弦吗 很少 其实包括我在平时弹琴里边 我都很少打弦 打弦是一个技巧 对吧 就是这个技巧是服务于你想抒发 和想表达你的那个音乐语言的 我的平时的这些里边 没有这块基本 我就觉得匹配的它存在的那个年代 五年代六年代 它最火的那个年代 从mouton啊什么的那些 当时最火的那个音乐类型 你在听那时候的那音频 几乎没低频 鼓都是啪啪的 就靠这一个baseline 其实所以你说它不结实吗 它非常结实 它在里边上下的翻飞 那个时候我认为就是对于base的编配和使用是最没有限制的一个年代 现在是因为科技手段发达了以后 比如说鼓祖的饱满度 然后包括你说电极它的各个频段 你这一扫下去 它基本上那个波节都满了 对就越来越给base留的空间少了 所以base的功能性就偏于铺啊 真正你说靠base的律动 或者说靠baseline撑一首歌 人家屈指可数的 几乎很罕见了 我认为 但是它本身它还是够厚 够结实的 尤其你这把琴 我觉得它比我那个76要结实 而且它的高频反应也很快 它比对 我当时其实换这个也是因为 就是它听起来可能挺接近老琴的那个劲儿的 是 再加上那个76 当时我那把76其实太沉了 对 就是太沉了 对 好像70年代很多琴都很沉 尤其是75之后 就是75的爵士base就聚众 对 7475都是那个路的 太重了 反正已经变成我们现在是否选购它的一个决定性的 能起到点决定性的 当然是牵扯到你有大量的演出量 你有大量的排列量 你总需要背着它 确实是轻身还好的 它就意味着它肯定要贵一点 这块是有一定原因的 就我前一阵专门看了一个关于Finder挑选 琴境和琴体的这么一个 它每一块木头在没上期之前拿了以后 它先敲 它先听声 肯定是 听声这个事是在它的纹路之前的 我们的很多收藏者的小伙伴是一定要先看样子的 看纹路的 我觉得这都没问题 但是Finder的角度它先听声 在它未来不同的声音都好的规格上 如果有需要的话 它会尽可能在更贵的琴上用相对来说更漂亮的木头 这是我能想象的一个原则点 它要挑到两块琴体和琴境搁一块最合适的声 这就是它另外一个出发点 所以这也是让我当时觉得 包括咱们看到好多tribute的 就是大铁盒的琴 甚至都不是静切的 可能是很多人对选琴的一些迷思 特别是对于职业音乐人和爱好者收藏家之间的一些区别 因为好看的琴确实比较容易保值 你不在特别极端的情况下使用它 或者很好的配套的比如音箱 比如演出场场景下 真正一把声音足够好的琴 它可能威力发挥不出来 或者你在录音棚里 你非得各方面 就是咱不是试验过吗 至于进入录音棚里到最终琴声出来 它足够好 它可不是只是琴的事 所以咱谈的好不好的事 是每一环都有严重的关系 没错 行 那咱接下来换换J-Bass 我对J-Bass 其实还是有挺多好奇的想跟你探讨的 因为我以前